这个地方室内的热带雨林馆 是冬天的时候来玩的最喜欢的 因为冰西达冬天非常的冷 外面冰雪天地 现在这样找点看点绿色 找点温暖的感觉 可以到这儿了 听到鸟叫 这些乌龟 它有这个大扁平的这种鱼 好带无惠的这个吃饭 大蟒蛇是这个冬天里我最不喜欢的 看着 好怪 像个蚯蚓但是特别特别的大 带得粗 像树干一样 这么漂亮颜色鲜艳的青蛙是不是有毒 这带有鱼 黄色的鱼 红扁鱼 poison dart props 剑毒蛙 但是这个是蓝色的 照片是黄色 像这个大扁鼠这么大个 芭蕉叶 下边好多鸟 看不太清楚在哪 看不见脑子在哪 插在那一串毛 这个荷花池 紫色的方法 用照着 食堂里用照着白云门店 这是明斯达的植物园 很漂亮一会儿出去再给在外面再照 热带植物园 取静通幽 有一颗风雪雕像 这个荷花 这个什么荷 那我里面第三个荷 不很大 花卉种类还可以 冬天到这里来是最好的 因为冬天太长 太漫长 到这里能看看花花草草 还是能够成为一下夏天的感觉 所以对明斯拉来说 这里很重要 如果冬天实在是 带的太受不了了 就可以到这来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 冬天的焦虑 再一个那里放 这个种 然后没见过 这种叫什么 机关花吗 这里面好焖热 好焖热 很像去了佛罗里达一样 坐着冬天到这里来可以感受一下夏天的感觉 这个放魔柱在圣炮 圣炮是明里斯拉的首都 它跟着日本的一个城市叫 Nagasaki 是Sister City 这里一会儿有一个 Japanese Garden 这些日本的用品 这个是日本盆栈 这是另一个日本盆栈 盆栈 在美国 Japanese Garden 比 Chinese Garden 要多很多 其实 Japanese Garden 虽然是来源于中国的那种理念 但是好像很多欧美人只知道 Japanese 这种园林 就会知道中国的园林 草木 其实水净通幽 其实中国园林和日本园林都是用不是非常大的地方 营造出非常丰富的一些园林的感受 给人一股意解那种体验 用一些骑石花坛小瀑布 勾造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园林风采 里面有些荷花 嗯 还是很凉快 嗯 还是很凉快 这里有树荫小风一吹 非常的舒服 明尼苏达一年最好的季节就是秋季 蚊子也减少了秋高气爪 这边有石板路 这边有石板路 这里面水汤里养鯨鱼 应该也是取之于中国 哦 这大鯨鱼好漂亮 这边是桨鱼 赏鱼 赏荷花 和中国远离是类似的 吃饭桥 看着鲸鱼 Case each other 这大鱼好大 这个白色的上面好多花纹 这鱼不知道值多少钱 看着挺名贵的 小瀑布是必不可少 这园林中式园林日式园林都是有小瀑布 这种塔状的建筑随随可见 这就要出去了 这个日本园不大 前面有一个柴门 就是出去了 感觉日式园林的 好像比中国园林更小小一些 而且好像更空旷一些 中国园林有一些假山 还有一些屏风 那种石墙 造成一些 隔局不同的隔开的不同的区域 好像日式这种花园 没有那么多假山石墙 日式的木屋 日本风格比较简约 还强 不像中国的古屋有 红色的和绿色的比较多 这边是木头色和白色 比较多 以木头为主 木头的原色为主 不是特别复杂 也没有非凉化入 这屋子边的围墙也一般都是 简单的用 芦苇啊 干草啊 木棍啊 炸起来的 比较简约 再看一眼 植物园 这边大秀秀花 有动物有植物 有浴室花园 这边还有大便的草坪 这边还有个公园 有BBQ的 有小孩游乐场 所以这个地方是 可以说这个Twin City 这边最受 孩子们喜爱 最适合家庭出游的 一个地方 这个的后面是一个 高尔夫球场 公公公 公立的高尔夫球场 一般如果你要自己走的话 30多块钱就能打18栋 你要是坐车的话 要50多块钱 那边有好多花 那我想去西雅图 哦不是去波特兰 有一个 Japanese Garden 那个叫收费 这边的Japanese Garden 是免费的 民主兰的好处是 各种收费什么的 都要比西雅图 或者是波特兰那样的地方 便宜不少 那植物园门口 这边有一个河流 这是一个池塘 事情原因 现在的入口关闭了 都要从侧面进来 而且它里面呢 都指定了游览的路线 是比较单向的 园的这边呢 也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小花滩 有个喷泉和瓦石 还是很漂亮 大的这种荷叶 这是水生植物和花 就沿着植物 和室内植物圆的边上 有白色的花 有紫色的花 紫色花 紫色的荷花 还是很漂亮 骄厌 嗯 这个颜色很漂亮 旁边就是一个 保存最完整的一个 古老的 Merry-go-run 或者叫做 carousel 中文叫做 全者木马 但是因为已经过了夏天 已经都关门了 隔着玻璃看一下 这里面的 木马都是手工制作 纯木的 有上百年的历史 夏天的时候带小朋友来玩 这个木马转的还是非常快 比一边木马转的快 很漂亮 到Como Zoo 夏天来的话 一定要到这来转两圈 非常的古典的感觉 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还是挺大的 在Como Park Zoo后面还有一个湖 还有沿着湖走的 不行的 大片的草地 还有可以野营的野餐的地方 对面的野花 紫色的花 黄色的花 还有白色的花 秋天刚刚到 对面的树叶子稍微有点变黄 这个地方有一个雪草瀑布 Pan Memorial Water Falls 看一下 人的步行道上来 就是这个瀑布 这个瀑布是人工的吗 像是人工的 看这水管子 引上来的水 嗯 是野营的地方 要是做什么用的 到那边看看 是野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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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来看到 这边有一个饭店 美式的饭店 这还有一个表演的舞台 估计夏天的时候 这里起会有音乐会 什么 这边大家可以坐着吃东西 然后听着就是湖 在这看 音乐会吃点东西 还是很惬意的 这下面还可以租船玩 看这样子 现在应该还是可以租船玩 下面是步行道 可以散步 反过来看一下 这边表演舞台 吃饭的调整 船的地方 看来这么租 可以租自行车 27块1小时 这种说人top船呢 是26块钱 或者是36块钱 我可以四个人是36块钱 独木舟是15块钱 Pedalboard 就是站在board 是17块钱1小时 Kanun 那种普通的船是21块 这是可以租船的地方 最后看一下这个 舞台还有饭店 那边是钓鱼的码头 那边是钓鱼的码头 那边是钓鱼的码头